大家好,我是美食阿鹏 有没有跟我家一样的可喜欢吃土豆了? 无论是炒着吃,炖着吃都喜欢 今天用土豆做一个超级好吃的干锅土豆片 一家老小都爱吃 把削好皮的土豆切成均匀的厚片 切好以后,直接放入清水中 把土豆浸泡10分钟,去除一下里面的淀粉 准备一颗红椒,对半切开 再把红椒改下刀,切成粗条 最后切成红辣椒块 再准备一颗青椒,也给它切成块 全部切好,放入盘中 准备半颗洋葱,也给它切成块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三颗大蒜,切成蒜片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片 再准备一些小米椒,也给它切一下 全部切好,放入盘中 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 锅中烧油,油热以后,把土豆片放进来煎一下 把土豆片煎至两面金黄色 煎好以后,控油捞出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把五花肉放进来 把五花肉煎出油脂,煎至两面金黄色 煎好以后,把多余的油盛出来 后面可以炒菜用 接着把姜蒜、辣椒放进来 把小料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以后,再把配菜全部倒进来 继续翻炒,把配菜炒至断生 干锅土豆片,好吃的关键就是放一勺这个干锅酱 没有添加防腐剂 平时做干锅西兰花、干锅鸡、干锅虾 随便炒个素菜都非常好吃 炒均匀以后,把土豆片放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食材炒至上色就可以了 炒好之后,盛入盘中,美味继承 学会了,赶快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在家也能吃出饭店的味道 看完我的视频,记得给阿鹏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教程 下一个视频,再见